中国对在中东 特别是在中东 我们一向发挥着劝和促谈的 扮演这么样的角色 所以这个事态发展起来 当然中国不能秀赏旁观 当务之急 是要各方面保持极大的克制 来控制局势 不要无限的升级 要推动停火 以两国防案 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 这样一个矛盾 这是我们中国的主张 所以中国现在正在 积极的发挥影响 西方国家这个立场上 不仅一边导向 支持这个以色列 美国就更表现突出了 今天美国宣布向以色列 提供第一批军事援助 美国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 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在中东 以色列实际上是美国在中东的最主要的盟友 或者美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盟友 所以美国要保护以色列 美国认为以色列现在受到攻击 美国要不遗余力的展现它对以色列 这个毫无保留的支持 所以今天美国还把军舰 就是福特号航空母舰 开到死相的以色列沿海 展示它对以色列毫无保留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